非常有趣的一個對比 請教一下阿瑟 今天兩大的這個頭版頭都提到八月雲收總共破三兆 三兆是什麼概念大家看一下 這個月增2.8% 年增10.6% 而且是歷年的同期新高也是今年來單月新高 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有135家的八月雲收都創歷史新高 七月份做107家 那當然他有提到有幾個族群特別強 像生計電子通路跟半導體 還有這個油電燃氣跟水泥 重點是基本面這麼好 可是我們做另外一個對比 什麼對比呢 大家看一下 就剛剛穆華哥講 有些股票跌得很快也很重 我們分兩類 一個叫做跌得快的 一個叫跌得久 什麼叫跌得快呢 我們給他一個定義 最近兩個月跌幅三成 這算跌得很快的 比如說像被動圓圈 矽晶圓 電動車跟瓶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們的營收 八月營收都很好 幾乎都創下歷史新高 或是今年次高等等 可是呢 股價都是兩個月跌幅超過三成 甚至國際是六成 這是跌得快的 另外一組呢叫跌得久 什麼叫跌得久呢 就這一波一直跌跌跌跌 至少跌超過四個月 生計 遊戲 工具具跟航運 都屬於跌得很久 比如說像航運 長龍航就好 他這一波跌了48% 而且跌是超過了一整年耶 所以你怎麼看這臺北股市喔 基本並好 可是股價呢很多是又跌得又快 跌得又久 你怎麼看 好的 我們先從這邊來看 八月營收飆升三兆 我們把圖形打成美股的好了 好 各位台灣股市其實連動美股的一個依存度 才是最高的 並不是所謂我們寧靜的一個大陸的一個股市 這也是跟道琼嗎 都一樣道琼也好 或者是所謂這個NASDAQ 科技類股也好 因為美國股市的一個企業獲利 各位跟台灣股市的一個企業獲利 幾乎一模一樣 但是台灣股市目前為什麼會漲不動 都是籌碼面出了問題喔 剛剛Kevin你講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內資 這兩個月裡面跌那麼兇 第一檔就是國巨嘛 所以說國巨基本面有誰比他好 以今年的爆發力來說的話 那他都跌了六成多了 什麼股票會漲 所以說現階段就是內資的一個籌碼 再做一個大幅度的一個整理 阿澤的意思說 台北股市要漲 要先等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如果一反彈 這個活水整個就活起來了 也就是說現階段很多的GEO的個股 像我昨天看到3563的一個穆德好了 他的營收連續十六個月都創單月新高 連續兩天中錯 是的而且昨天是跌停喔 今天還再度的一個往下探 我可以認為整個的一個高價的個股 有誰的營收能夠像穆德一樣 十六個月以來每個月都創歷史新高的 所以說我個人是覺得說以現階段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要讓脆弱投機性的一個投資人殺出手上 投機性買的股票就是融資 所以說融資的一個大幅度的一個減少 才是後面大盤反攻的一個什麼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指標點 好那另外我們看一下大盤的部分 我想問一下阿瑟 上次我們看大盤的Cashion 我記得上次我們在這邊做反彈的時候 我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這一波的反彈呢 那個時候也是阿瑟剛來講 是的 反彈都沒有量 你那時候我記得你跟我講說 反彈當然不要有量 等出量的時候呢就是反彈結束 是的 剛好今天又反彈第一天又輪到你齁 今天的反彈是配合的量數 所以你覺得OK 我覺得現階段的一個盤 因為禮拜一 剛剛穆華哥講黑色禮拜一 其實禮拜一就是萬事急凶先有兆 就是一個徵兆的一個問題 這個禮拜一跌了121點了 其實整體來說的話 這個橫盤呢也就是後面2345 這連續的四天應該都要橫盤來做一個打底 這個打底的一個動機區間在哪裡 年限10802 還有就是8月16號的一個開盤價10663 今天的一個低點是10669 只誤差6點而已 所以這個是挑戰8月16號 整個外資買超的一個什麼 一個最後的一個底牌10663 換句話說我個人認為喔 以今天的一個什麼一個情況 當然這是一個變盤線 如果說今天能夠吃掉 昨天的一個二分之一的一個什麼 一個跌幅的話 當然後面的一個情況 可能會往往上來串比較快 但是以今天禮拜二來說的話 雖然是一個變盤線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一些下影線代表政策面是有來做一個買盤 像生技股就是政策面做的一個跡象 所以說只要後面的一個什麼 一個新台幣的匯率沒有在急扁 而且外資已經連續買超台股兩天喔 昨天買40億 前天上禮拜五大跌的時候是買了40億 昨天又買了10億 我相信今天尾盤的台積電 又4000多張的一個敲進 應該還是買台積電 所以說應該會出現了一個什麼 一個外資的一個什麼 一個持續佈局的一個跡象 那後面整體來說的話 應該禮拜四禮拜五才會出現一個大漲的一個 一個拉伸的一個動作 所以禮拜還有三個交易日 還有三個交易日 他認為是橫盤的機會 我認為還是要橫盤 為什麼 因為短線上來說的話 電頭的一個什麼 雖然說所謂的融資的一個所謂的使用率 它還是有效的一個下降 但是還是有一些籌碼 像我剛剛講的3563的木頭 還是在往下做整理嘛 應該要等進一步的一個時間的一個沉澱 重點是我們來看一下 來請教所長 這個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浩劫奇蹟山 木馬哥已經講過八十塊錢以下 確實是一個長線的買點 而且它是一檔非常重要的人氣股 如果鴻海真的開始漲的話呢 台北股是真的有機會 不過呢 因為為什麼鴻海最近很弱 以及昨天很多的亞洲的瓶蓋股都在跌 因為川普說要把瓶蓋的這個供應鏈 拉回去美國做製造 所以兩個問題來問你 第一個呢 今天的亞洲的瓶蓋股 基本上都呈現反彈 所以有沒有可能被誤殺或挫殺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 第一個你要回答是蘋果的手機 你覺得賣的好不好 就是九月十二號這一個新的手機 第二個呢 到底蘋果供應鏈有沒有可能回去美國 因為呢 如果這股價開始反彈的話 代表應該不會回去美國 你怎麼看 我想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現在整個的有一個關稅 下一張 是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Apple相關的產品 現在很明確的就是川普是針對 Apple 庫克這邊 一定要他回美國做生產 一定要回去美國生產 因為在去年的十一月的時候 其實他只是口頭上說 這些的東西只要10% 對 稅10% 可是關稅10% 然後現在呢說關稅25% 也就是說他在所有的項目 其實都已經調列好了 所以呢 很明確他希望他回來 但是呢 其實不可能 後面會分析為什麼不可能 第一個的話 我們其實看到整個的iPhone 大家都認為他賣不好嗎 iPhone的X好像很貴 可是我們覺得他會賣得不錯 就新的手機 你覺得呢 新的手機會賣得很好 你也覺得賣得很好 主要原因大家可以看 第一個 iPhone的出貨量 大概沒什麼太大的改變 去年大概2.11支左右 今天 今年到第三季為止 so far也差不多 是 也就是說量跟去年差不多 但是他有一個關鍵 iPhone這邊呢 營收還非常好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單價 單價提升了 所以呢 第一個 出來的iPhone的單價呢 只會維持 甚至還會在微幅的成長 可是他這一次不是價格比較低嗎 對 但是Total平均 包含你要iPhone 8 iPhone 8 Plus 這些一起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到最後他的單價 還是維持差不多 所以他還是會維持不錯 是 但是他主要關鍵會是在放量 是 因為他這次推出了三個產品來講的話 包含中階的六吋左右的產品 LCD做了 他都是目標 是希望把量 從2.11支能衝到2.5億支 對 所以我們認為說在整個iPhone上面 他的策略是非常明確 而且價格下來 但是量會上去 是 因為呢 在整個的大家再回到 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Apple的成長主力 其實就是靠iPhone 是 那 川普為什麼要針對iPhone回來設長呢 是因為光iPhone 就六兆台幣的商機 所以呢 他包含了一百萬的就業人口 所以他一定希望他回來 對 那Apple呢 其實他的主力也是在iPhone 大家可以看喔 他整年度的營收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說 他最重要的是都在成長 因為他依靠的是剛才說iPhone的營收成長 毛利也成長 所以他持續的成長 那他有一個關鍵就是毛利率38% 大家有沒有想過 他歷年來的毛利率38% 上 只會上也不會下 他的毛利率是越來越高的 對 那他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呢 他的像這種iPhone的產品 他一定要他持續的毛利至少60%以上 另外他還有一個產品 是在所謂的服務事業 就是大家買App 買這些音樂 買這些東西 他其實做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他也有60%的毛利 是 所以呢 在這樣的毛利之下呢 其實他一定要維持 所以相對來講 假設 你就算是漲了這些的關稅25% 第一個 他一定是會把轉嫁給消費者 或者是廠商 廠商 零組件廠商 目前他的零組件廠商 絕對不會吃虧的 是 因為他一定要維持他的毛利率38% 如果他一跌的話 那對所有投資人對他的看法 就會有所改變 對股價就會有影響 是 所以呢 在整個的對關鍵組件 這邊的一個 他一定會再砍兇一點 砍價 他之前的話 大概一個月大概是1%左右 每個月固定砍1% 對 所以大概12個月大概是12% 但是目前我們聽到了 大概至少要20%以上 也就是說 一年要砍20% 如果關稅 如果一成立的話 也就是他至少會把8%到15%的 也就是說8%到15%的這些的壓力 會轉嫁給關鍵組件 所長 那這樣所有的瓶蓋股的話 他們的毛利也會受到影響 目前看起來的話 毛利率一定會受到影響 營收的話呢 則不一定 營收會隨著iPhone的成長 iPhone賣得好 營收會有 但是毛利會受影響 獲利也會有微幅增長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整個毛利率上面 在iPhone的相關的股產品上面 其實是有一些困難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張的話 其實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說 現在Apple獲利成長 其實跟鴻海開始逐漸偷溝 大家可以看一下 Apple那邊 他的營收持續成長 他也持續成長 對 但是他的獲利呢 他持續成長15%以上 但是他開始衰退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整個的 如果你對照去年的持續成長 為什麼其實Apple的股價還持續的攀高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持續的YOY都在成長 尤其他的獲利呢 每一季 對照去年的同一季 其實他一直都在成長 那在相對來講的鴻海 其實就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Apple的成長的主力裡面呢 很重要的一塊是在iPhone 另外一塊是在跟軟體相關 但是鴻海沒做軟體 沒錯 所以還是目標是在iPhone的那一塊 那最後的話呢 就總結今天 要跟大家談到就是說 蘋果會不會在美國生產 所以你剛剛講是iPhone 可能不會回去美國生產 但是蘋果其他產品有可能 有可能回去 那主要的關鍵呢 第一個 iPhone為什麼不會回去 他有三大關鍵 第一個 貿易戰會是永遠的嗎 不會 但是iPhone的生產 對Apple來講 他會是非常長期的 貿易戰可能是幾年的事情 甚至更短 第二個來講的話呢 他現在最重要iPhone的出貨量 是在中國 是 所以他一定要交好中國 所以他不會去 第三個呢 如果你把整個的iPhone的供應鏈 拉到美國來生產 很抱歉 他現在至少要20% 也就是說比他現在成長 以10來講的話呢 大概是400美元左右 他要成長20到25% 那其實跟關稅是不會差太多 所以呢 拉回去美國生產 他的成本就更高了 是 那等於就沒有意義了 沒錯 所以我們認為說iPhone回去 頂多只是一時一下有可能 但是絕對他的主力 絕對不會回去 因為那個供應鏈之龐大 太多了 七百多家耶 不過今天報紙好像有寫到說 好像鴻海有在計畫要 包括在美國休斯頓啊 是 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我忘了 要做這個iPhone的組裝廠 是 那他的話呢 主要只是 目標只是一時一下 就是有就好 但不是全部 對 所以呢長期來講 我們認為說 像這種Minebook 或是Mine 所謂的iMac這些產品 像廣達這些在生產的 反而比較有可能受到壓力過去 那其他的像鴻海這些 如果就算iPhone過去 也是一些些 因為整個的產業鏈移植過去 其實那個風險太大了 是 所長最後問題請教一下 我們剛剛說 鴻海在八十塊以前以下 他是長期的買點 可是聽你這樣一分析 好像鴻海的股價 跟這個蘋果已經脫鉤了 是 所以那你覺得鴻海 我們這麼說 我們知道說鴻海 其實他的Apple這樣鴻海的營收的比重 從一六年大概五十六趴 一七年大概五十一趴 到現在大概是四十五趴到五十趴左右 所以呢未來來看鴻海這個的話 其實跟Apple的概念 其實要有一點脫鉤 但主要是在他其他生產 包含他轉型的這些的產品 是否持續的成長 所以長期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他可能 Apple這邊可能就不用太多看 他的對他的成長的那個獲利性 但是 就是以後蘋果自己成長 但是呢 跟鴻海的股價 就不一定是正相關了 會相關 但是他的關係係數 他越來越輕 越來越分開的意思 就是觀念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短期 如果你說說去看長期的投資 如果只是為了Apple去買鴻海的 那我們可能會比較保守 因為等貿易戰打完再說 除非你為了其他原因買鴻海 而不是為了蘋果去買鴻海 是 非常謝謝所長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